同学们好,我是小静,从事景观设计及教育行业 欢迎大家来到青猪学院 本期视频开始,我们将要做一系列的无障碍设施方面的视频 亲身来感受一下我所在的城市沈阳的无障碍设施建设 并提出相关的改善建议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无障碍这个大命题 无障碍这个概念已经提出了很久 但是在我们国家,很多的建筑景观设计师们 还是很缺乏这方面的意识的 包括我自己刚毕业工作那个时候 其实也是想不到这方面的 第一个是因为学校的老师他就不会很强调这件事情 第二是确实我自己也没有过这样子的体会 那我们现在想要做的就是真正切身体验一下轮椅人士们的出行 究竟有哪些是需要我们设计师们在设计的时候引以为戒的 那今天我就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轮椅人士 要去的目的地是一个商场 那我们从出发开始一直到在商场逛街购物 吃饭看电影上厕所 就跟我们平时去逛商场一样 只不过这次我是坐在轮椅上 然后来真正感受一下这次出行我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出行的交通方式 从沈阳建筑大学出发到达目的地商场 公共交通有三种选择 公交车轻轨和地铁 那接下来我们挨个来体验一下 公交车 沈阳的公交车站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有高度100到200之间的路源石 没有坡道 好一些的会有一个凹陷 也就是公交车停靠区域 但在沈阳并不是每个公交车站都会有这样的停靠区域 公交车都是停靠在离路源石有一定距离的地方 车门处没有可以延伸到站台上的隔板 并且车内还有一级台阶 司机也完全没有帮助轮椅人士的意识 近几年更换过的公交车上有无障碍区域 轮椅可以放在这里 但在前面1234点的前提下 轮椅人士没有办法上去公交车 而且就公交的拥挤程度 即使上去了也很难挤到轮椅区域 我们考量过 如果轮椅人士要强行搭乘这样的公交 需要有两个帮手 而且还是要比较壮碳的帮手 一个负责把人抱上去或者背上去 另一个负责把轮椅给搬上去 难度太大 所以结论是 公交这个出行方式 No 轻轨 从这条城市主干道 道边开始出发 绿灯的时间足够我独自拨动轮子 到达轻轨站台 期间还有位开着红色小车的姐姐 主动停车让我们先过去 站台上课处的宽度 比下课处要窄一些 我们的轮椅是手动的 上下车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是更宽一些的电动轮椅 就要更加小心一点 以免被刮蹭到 排队等待上车 列车和站台之间的缝隙并不算大 高差有但也不太明显 乘务员非常的热心 主动的协助我们上下车 并提醒其他乘客注意脚的摆放 如果是独自出行 乘务员小姐姐也能给予足够的帮助 给乘务员小姐姐点赞 轻轨车厢里有无障碍专用区域 还有一个安全绳 但我们尝试了一下 这个安全绳的扣没有办法扣到轮椅上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使用的方法不对 结论是轻轨这个出行方式 yes 地铁 之前看到大橙子在他的Vlog里边说 高德已经将地铁的无障碍电梯 标记进了地图里 但是我在准备本期视频的时候 专门查过 结论是在沈阳的高德地图里 并没有看到同样的无障碍电梯标志 于是我们步行走到了地铁的出入口 挨个尋找 从D到C再到B终于找到了 但是在DC出口有看到 无障碍电梯在B口这样的提示 在无障碍电梯的周边 没有看到有合适的坡道 如果非要从飞机动车道上去 也必须要通过高100到200的路源时 但如果是从B出入口到无障碍电梯 这段距离没有台阶 各种宽度也足够我们通行 但却看到有人随意乱停放自行车 古障碍电梯按键的高度OK 大小也足够容纳一辆轮椅和三个成年人 电梯关门很慢 不会存在被夹住的情况 但是没有语音播报 这样对眼睛有疾病的人就不是很友好 电梯内有这样的标志 需要帮助可以求助地铁工作人员 地铁自动售票机高度OK 古障碍卫生间标志很明显 开门并不费劲 但如果能换成左右开关的推拉门就更好了 卫生间里边比较干净 面积稍微有一点点窄 但也足够坐在轮椅上自行调整方向 好评 过完检的时候我身上没有可以过的东西 但如果有 这个速度应该也是足够我过去 然后再拿起东西的 无障碍炸机的高度和宽度OK 再次乘坐无障碍电梯下到乘车口 我们找到工作人员询问有没有连接地铁和站台空隙的连接板 他的表情已经告诉了我们并没有 并且应该我们是第一个提出此类要求的乘客 我们连续问了两个站台的工作人员 都回答我们说没有 但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提前打电话来告知 他们会进行相应的准备 地铁门和站台之间的空隙并不大 稍微有一点高差 自己上去的话肯定有困难 但在有人推着轮椅的情况下 还算是很轻松 上车后 我们寻找无障碍专用区域也还算顺利 但这是起点站 人很少 所以能够很快就找到 我们专门注意了一下站台上的门 上面并没有无障碍区域的标志 只能上车后自行寻找 如果是乘客很多的时候 又要找又要挪到地方就会很费工夫 无障碍专用区域里有安全绳 采用的是轿车安全带的形式 使用非常方便 无障碍专用区域是成对出现 位置是相对的 数量大概是两节车厢 共用这两个 地铁的无障碍体验内容就是这么多 结论是地铁出行 yes 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的交通方式 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 一看我们有轮椅就说不行 不行肯定放不进去 但为了实际看一看 我们请求师傅让我们试试 结论是轮椅即使折叠 也无法放入出租车的后备箱或者后座 结论是出租车出行 no 再来看看霍拉拉 从沈阳建筑大学出发前往目的地商场 最小型的面包车原价为33.6元 优惠过后为21.6元 但可以完美解决我们放置轮椅以及出行的问题 所以结论是霍拉拉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是OK的 交通出行方式我们已经体验完毕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可以看得到沈阳的交通在无障碍设施 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 地铁和轻轨作为现代的轨道交通 在设计和建设上是有进步的 部分考虑到了轮椅人士的需求 但还不够完善 而公交目前看来这个出行方式的可能性为零 需要改善的地方态度 公共交通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出行方式 而出租车霍拉拉或者自己家的车出行 费用肯定要昂贵的多 所以轮椅人士们或者行动不便的人们的出行成本 比我们普通人要高的多 希望同学们在大街上看到有这样的行动不便的人 能够主动的提供一下帮助 最后我想要说一下我们团队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早在2016年 我和大宇去欧洲的上学期间 不止一次看到轮椅人士独自出门 可以说是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看到一个男性 他在一张轮椅床上 他应该是四肢都有疾病而无法自如的行动 那他的出行全靠他的嘴来控制轮椅床的方向和速度 但除此之外 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模一样 在大街上走走停停 该过马路过马路 该买小吃买小吃 周围的人很自觉地会离他有那么一段距离 以方便他的行动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向他投以怜悯或者异样的眼光 在咱们国家 每15个人里就有一个轮椅人士 但我们什么时候见到过他们独自自由的出行 我们在开启这一系列视频计划的前期 团队里就有提出过反对的声音 怕有人看到这个视频会骂我说 神经病啊 你手脚好好的 为什么你要假装自己有毛病 然后去坐轮椅 但就像大橙子说的 无障碍并不是只有轮椅人士才需要 人都有生病和行动不便的时候 你不能保证明天会不会有了小孩 你需要带着出门 会不会你需要带着无法行走的爷爷奶奶 在出门看病 无障碍它是全人类都需要关注的 而身为景观建筑设计师 我们是最直接接触到这部分设计的人 如果我们不能够切身去体会 去了解轮椅人士们的需要 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出符合他们需要的无障碍设计 我对咱们国家无障碍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这次我坐着轮椅出门 我得到了很多路人的帮助 哪怕他只是停下车让我先过去 哪怕只是我在上车的时候主动的帮忙拖动轮椅 虽然期间还是有过几位年纪大一些的大爷大娘一直在盯着我看 但是没有一个人上前答话问我怎么了 更没有人当面说小姑娘可惜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进步 我们现在视频的准备可能也不够完善 但是我们会一直坚定的将这个系列做下去 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无障碍设计 关注到轮椅人士这个群体 好的同学们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一集开始我们将坐着轮椅进入商场 看看商场的无障碍设施 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最后还是同学们别忘了收藏转发投币点赞 感谢观看